字幕提供 你在看甚麼? 就是這張照片 小孩很慘 這不是坐著橡皮艇 打上希臘 但在大浪衝擊下被浸死的敘利亞小朋友? 是呀 相信大家都有看過這張 在網絡上風傳的照片 而它發佈出來更加引起社會 甚至全球對歐洲難民潮的關注 那你知不知道為何突然間有這麼多難民去歐洲? 我知道大部份的難民都是來自敘利亞 其次是西亞和北非的國家 他們是為了被開內戰和脫離伊斯蘭國的魔掌 所以才會去歐洲 前兩年,黎巴嫩、土耳其和坦州尼亞 收留了不少難民 但因為這些問題發生在中東和非洲 未受到歐美媒體的注意 而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很多時都受制於這些歐美媒體 當這些媒體很少報導的時候 我們就忘記了問題的存在 哦 那即是其實難民問題一直都是存在的 只是當難民發現歐洲是一個更加好的選擇的時候 他們就大規模擁有歐洲 所以聯合國也形容這次為冷戰以來最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對呀 難民問題對歐洲各國都帶來挑戰 歐盟就為了應對這一大批難民 就在比利時召開緊急會議 討論收容難民的問題 制定28個國家收容難民的名額 而在處理難民問題方面 德國的態度是最開放的 德國勞工部表示 國內不少產業不需要人手 而難民正好成為德國人的好鄰居和好同事 但久而久之 國內的反對聲音就越來越大 他們說當初政府被難民湧入 已經令到很多城市超越了他們的承載力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車站曾經對難民關閉 試圖阻止難民從匈牙利 經由奧地利前往德國尋求庇護 但車站重新開啟後 火車竟然將難民帶到匈牙利郊外的難民營 沿埋到奧地利 這樣的處置令人聯想到 當年德國納粹對對猶太人的情況 難民去不到歐洲其他國家是因為匈牙利嗎? 匈牙利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奧地利 其實我剛才說的那輛火車去不到奧地利 是因為奧地利政府終止了來往匈牙利的火車服務 不讓難民入境 原來是這樣 而比較遠的英國曾經說過 不會接收任何難民 首相卡蒙倫指 應該首先穩定難民來源國的局勢 而且接納更多難民 只會鼓勵他們沒有生命危險過海去到歐洲 但最後英國也因為賭德責任 而接收了一批難民 這件事令我想起一句話 人們說世界最重要的價值原則是正義 而不可以是我說對就對 而當這個世界失去了正義的時候 就會有災禍不斷地發生 這句話也都指觸了現今世界的道德問題 強國自以為是令其他國家陷入戰亂 而這些弱國的人民 亦即是難民 就只可以投向大海和荒野 尋找安全的地方 所以聯合國才會呼籲歐盟一齊應對難民危機 開放合法途徑令難民入境 同時採取措施停止難民來源地的戰亂 而從商網數字來看 聯合國聲稱 僅僅在今年從離比利亞偷渡去歐洲的難民中 就有大概2500人死亡 路透社就只有超過2000名難民 今年在地中海上喪生 那麼我們身在香港 又可以怎樣建立國際視野 關於難民潮這個國際性的議題呢 除了平時多看新聞之外 其實在香港的國際十字路會 Crossville Foundation 提供了一個平台叫Global Experience 而它裏面有一個叫Refugee Run的活動 可以讓參加者體驗難民營裏面的生活 看來這個活動都很有意義 那麼不知道各位同學 對於今次難民潮又有甚麼感受呢 如果想表達一下個人意見 或者對整件事的看法 歡迎各位同學寫下它 然後交給楊宏安老師 至於字數方面 最好在八字以內 中文或者英文都可以 而字之一期 就是下星期五 即11月13日 而寫得最好的三位同學 就可以得到小禮物一份 所以各位同學就不要猶豫了 快點積極參與 期待收到大家的回應 再次終於到年 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